听说志勋身为常务理事了 是你的决定吧 我会出面保护我的儿子 你不能跟志勋结婚 你不要叫我伯母 你又是谁啊 我想也许会有帮助才找他来 这个人听说跟江慧秀有点交集 喂 你好 这不是江慧秀的手机吗 这里是医院啦 这只手机的主人 好像把包包忘在这里了 我看最近的通话记录是你 就打来了 你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先生 你这个做先生的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太太在做那么辛苦的治疗 你怎么从来不陪他来 他得了准病 你是先生 竟然不知道太太正在生死间徘徊吗 你出什么